很熱耶 到底來這邊幹嘛啊 不是約在棚內嗎 幹嘛來這邊啊 就是有一個企劃 你不是還沒實測嗎 我是還沒實測 可是我連拍都還沒拍啊 我們就要先實測的意思嗎 就來這邊測啊 很帥耶 是不是不錯 公司頂樓還可以坐日光浴 所以我們現在是要怎樣 要直接先測防曬的意思 我等一下直接把你的臉畫成四公格 四公格 然後要怎樣 不是九公格 還要那個圈圈叉叉 你要玩圈叉叉 然後我們可以另外玩啊 所以直接這樣啊 對啊 好啊 錯吧 那我能怎麼辦呢 好啦好啦 四格嘛 一個測一個 十字線在上面 快點快點我還沒有擦防曬 今天很帥 今天超賽耶 那我先擦防曬 好好好 會不會到時候我曬完 結果是 那兩堂沒有 對 好熱喔 我已經開始在臉汗了 太熱了 太熱了 那我下去等你了 我該拍的都拍完了 那我們不是要記錄 我們一個小時的過程嗎 那我就把相機放在這了 好了沒 我是把它忘掉了 很熱耶 又紅耶 是不是很多汗 對啊 很熱耶 我真的好像快要曬到快要死掉了 而且還被忘在樓上 走啦走啦 很多汗喔 好熱喔 我剛剛曬到有點頭昏眼花 你看我的衣服都濕了 超濕 那我們這次到底要做什麼事情呢 就是我們要實測 這四款防曬 為什麼要選擇這四款呢 因為每年的防曬產品 其實都一直在推成初心 所以我這次選的防曬產品 都是在今年所推出的一個臉部防曬 有一些是經典防曬產品的一個升級版 那也有專門做保養品的品牌 所出的第一款防曬 那也有台灣品牌所出的一個MIT的防曬產品 那我這次就會從清爽度 以及貼妝程度 還有防護力 來去做評比 第一款就是 Carnable Alley的 實彩UV高效防曬水凝乳 EX版本 所以它是升級版 這一款的話 它有SPF50 Plus 然後PA是四個家 他們這次改版升級後 主打就是在海洋防曬 所以他們就把之前防曬當中的一個桂皮酸鹽 換成是這個 這個很長的這個成分 把比較沒有海洋友善成分 換成另外一個對海洋珊瑚類型比較友善的成分 那這罐的清爽度 我給它3.5顆星 那他們之前的一些版本 我也是有買過 你就是擦到皮膚上面的話 它不會有那種悶悶厚厚的感覺 也很像是在擦一層乳液的效果 但是就是以前的那個版本 我會覺得說 你上到眼睛周圍的時候 你會覺得有個熏眼的感覺 那這個版本 我有特別去後面的成分表 稍微看了一下 雖然說它也是有加入酒精 但是那個熏眼的那種感受比起來 跟之前的版本比起來 我會覺得好非常多 等於說你上到眼睛周圍附近 或者是比較刺激的啊 可能你有一些傷口的位置的話 你就不會有刺刺 然後熏眼的那種感受出現 所以我覺得改善蠻多的 這罐防曬的貼妝程度 我給到了4顆星 如果你擦到臉上 它是會有一點點 微微提亮膚色的效果 主要的原因就是 因為它的防曬成分 是有分物理性和化學性一起結合 主要物理的話就是氧化性 另外化學的話就是結合 另外兩種化學防曬成分 那這樣物化結合的一個防曬產品啊 通常在質地上面也會相對清爽一點 就不會像是單純只有用物理性防曬來的那種悶厚感 另外這裡面的成分也有加入一些保濕劑以及柔潤劑 所以讓你在擦完防曬之後 它也會帶給你皮膚一定的一個柔膚以及保濕的效果在 後續上底妝的時候 你會覺得妝效是會變得比較服貼的 只是它會讓你的皮膚膚色稍微微微的提亮那麼一點點而已 但是那個落差不會到很大 第二款的話是HIMI的保濕水感防曬凝乳 那HIMI的話它是台灣的彩妝品牌 他們在四五月的時候 我記得有出了一款防曬凝膠 那這次在七月所推出的是一個防曬凝乳 那SPF一樣是50 但是他們後面是標四個星星 那星星它其實也是一個防曬力的頻段標準 我們要先從UVA以及UVB說起好了 那UVA和UVB就是一個光的波長 那通常我們還會講到說有UVC 但是UVC因為我們有臭氧大氣層 所以它就已經會被先隔絕在外了 那UVA和UVB的一個防護的話 也就是一個光的波長段 它的一個不同 所對皮膚帶來不同的傷害 就講UVB好了 它雖然是比較短 它會給你的皮膚帶來的像是 曬紅以及曬傷 那UVA比較不一樣 它是比較長一點會到皮膚底層 所以會帶給你皮膚的傷害就是 曬黑以及曬老 那SPF這個部分就是 針對於我們UVB的一個防護能力的頻段 當然也就是說數字越高 它這個防護能力是越好 假設說我們出去什麼都沒有擦 然後曬一分鐘就被曬傷了 那我們擦上這個 SPF50的這個防曬產品 它是要50分鐘之後才會被曬傷 那我們剛剛前面還有提到另外一個防護 就是針對要UVA的部分 那UVA的防護我們通常 最常聽到就是PA幾個家嘛 不然就是TPD 也就是歐美那邊另外一種防護的頻段標準 那這邊的星星的話 它是英國那邊所推出的一個頻段機制 講的是一個防曬均勻能力的程度 如果你只看到一顆星星的話 那就表示UVA的防護能力 其實只有你UVB的20%到40%而已 那我們這邊看到的話只有4顆星星 就代表說這罐UVA的防護能力 等同於它這罐UVB的 大概80%到90%的一個防曬效果 那這罐的清爽度我會給到4顆星 它其實擦到臉上就是水水的很清爽的那種凝乳感 你沉默之後也不會覺得一個悶悶的感覺在 裡面的話它是沒有酒精的成分 所以它的一個揮發速度算是很正常的 不會太快也不會太慢 那這支防曬其實算是我在大熱天 選擇防曬產品的一個首選 因為它就擦到皮膚上面 你就不會有那麼悶後感 對於皮膚的一個保濕程度 我覺得就是一個很清爽 保濕度又剛剛好的 那這罐的貼妝程度我給到4顆星 它裡面的防曬成分都是化學性防曬 所以不會有讓你的皮膚變得泛白的問題出現 那當然它也不會讓你的那個毛孔有一些修飾的效果 但是它裡面加入了巴巴酥油 玻尿酸 魚腥草 還有一個小黃瓜萃取 所以這罐防曬產品的基礎保濕度還是有的 然後續暢妝的話 不會因為你防曬沉沒之後 會有一些起屑打架的一些情況出現 所以我覺得這罐防曬產品 你要當成一個妝前的保濕產品是沒有問題的 下一罐是TuneMakers的原液防曬乳 那它這罐有SPF50PLUS 然後PA也有4個加 TuneMakers的話 它就是一個日本的專業保養品品牌 我們之前要買他們的產品 都得去日本 可能藥妝店才可以買得到 但是去年的時候 就已經進駐到台灣的藥妝店了 那這罐的清爽度的話 我只會給到3.5顆星 因為它是專業保養品品牌所出的防曬產品 所以它其實擦到臉上也很像是保養品的這個效果 就是會帶有一點點油膩的那種潤感 但是那個油膩的潤感 其實不會維持很久 主要是會讓你的皮膚變得 膚處是更柔軟的 可以讓你的保濕度維持的比較久一點點 那裡面的確也有很多很多種的保養成分 像是有神經西安還有熊果素 另外還有維他命C、維他命E以及甘草精華 然後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明星成分 也就是富樂錫 他們這邊有個標章 像這個成分它是有得過諾貝爾獎 因為它的抗氧化程度是維他命C的250倍 算是一個美容界的鑽石級成分 其實像我的膚礦是紅殼偏乾 夏天的話我自己是用到兩頰的這個位置 會覺得蠻剛好的 如果我真的用到T字的話 夏天我自己也是會覺得有一點點偏油了 但如果你真的是全乾 就是乾到不行 撒哈拉沙漠那種膚礦 或者是我們可能說 氣溫再冷一點 空氣再乾燥一點的那種區域的話 我覺得這罐防曬就會非常適合他們 那這罐的貼妝程度 我會給到4.5顆星 他們的防曬的話 其實也是霧化結合的防曬 它有三種防曬成分在這邊 另外兩種防曬是物理性的防曬成分 也就是氧化心和二氧化鈦 但是它這個物理性防曬的成分 我覺得比例算是比較低 所以它帶給皮膚的那種潤色效果 提亮的那個效果 沒有其他添加那種物理防曬 比較高比例的來的明顯 所以它這個毛孔修飾能力 其實也蠻薄弱的 那就像前面提到 因為它裡面真的有很多種的保養成分 基本上它就像是保養品 如果你要上妝之前 先上這款防曬的話 妝效後續是真的會變得很服貼 下一罐的話是 就是安耐曬的金鑽高效防曬露 N4X版本主打就是 針對口罩所設計的一個超強防曬 就是說 口罩的這種悶熱難耐的環境 它的防曬效果反而會越來越加強 代表說 這罐防曬它的抗摩擦能力 是變得更好 那清爽度的話 其實我只有給到 好啦給它高一點 3.25顆星好了 不是說它用起來黏黏膩膩的感受 不會 摸起來是清爽的 舒爽的那種感受 但是為什麼 反而比較低分 是因為 它還是會帶來一點點那種悶悶的感覺 以前的這幾罐 悶悶的感覺 真的是還蠻明顯的 有些人還會說 防曬會咬皮膚 會讓你就是擦久之後 皮膚反而那種悶後感 不適感很明顯 雖然說它這次是有改善啦 但是如果真的要跟前面的幾款 防曬來比起來的話 我覺得 它的這種悶後感 還是沒有完全的去除 所以它也會讓你的這個 皮膚上面會有一層東西 沉膜之後 它會變得比較乾爽 但是它裡面又加入一些 改良黏度成分的粉末 比如說像是華實粉 還有玉米粉 還有一些細實的澱粉類 所以揮發之後 它才會摸起來一種乾爽的感受在 我覺得這也會是它為什麼能夠抵抗 抗潮濕的一個因素 就等於說你的皮膚上面 會有一層薄薄的東西 覆蓋在上面的感覺 雖然摸起來是乾爽 但是你自己會感覺到 好像就是有那麼一層東西 在你的皮膚上面 所以才會說我的清爽度 會稍微給它低一點點的分數 那這些有點覆蓋感的那種感受的話 我建議你在用完這關防曬的話 一定要做卸妝的動作 不然很多人跟我說 用完安耐曬的防曬 真的會覺得說 好像臉沒有洗乾淨 如果你只是單純用一些洗面乳 洗面皂 比較清爽的清潔產品的話 是不太夠的 他們真的是要再用卸妝產品 你才會覺得你的臉 好像有被清潔的乾淨 那貼妝程度的話 這罐會給到四顆星 這罐防曬的話 屬於是上到臉上 你會發現到你的膚色是有明顯體量的 因為它也是有加入物理性的防曬成分 氧化氫以及二氧化鈦 不過它也有同時加入了 六種的一個化學防曬成分 所以也不會說 就像傳統的那種物理防曬一樣 直接是白到很誇張的那種 但是它就是可以提亮你的膚色 同時又達到一些修飾毛孔的功效 那這次這罐防曬 它有加入一些細菱 還有還有幾種的一些保濕劑 所以它是可以給你的皮膚 有一定的保濕能力 但我自己覺得 這罐防曬比較厲害的是它的控油能力 我一整天下來會覺得 如果我兩邊去對比的話 它明顯會讓你出油情況有減緩的功效 但我覺得有一點要注意的是 雖然它主打是防水抗旱 但是如果你要針對去海邊玩的話 這罐我就沒有那麼推薦 主要是因為它裡面有一個防曬成分 叫做奧克利林 它對於海洋和香湖這種成分 是相對來說沒有那麼友善 好 最後還有一個防護力 對吧 我們剛剛不是有做實測嗎 我們自己實測下來 結果我們不是畫了四個區塊嗎 想說看看到底會不會有差呢 結果我們防曬卸完之後 然後再去看 這四罐的防曬效果都還蠻不錯的 我剛剛雖然說曬得好像已經頭昏眼花了 但是它們的防曬效果是真的都在的 那當然就是 如果你想要去依照一個選擇的頻度的話 你可以去看清爽的程度 以及貼狀的程度來選擇 這四罐對於你的膚況哪一個會比較適合 那如果你是 幹嘛 結束了 啊不行喔 不行啊 我們還是要硬把它撤出來吧 你確定撤得出來 我剛剛都曬成那樣耶 不然我帶你去一個好地方 你要帶我去一個好地方 這什麼 去讓它一次曬個肉 你要帶我去什麼 日曬機啊 好啊走啊 你自己講的 你真的覺得會有差啊 我覺得他們都很 我們秉持著實驗精神 這一次來到了日照光坊 就來做這個日曬機的試車 上次台灣巡集他們黑衣人也有來曬過 他們其實我聽店長說 他們大概曬了15分鐘就很有效果 所以這個強度其實是 比我那天在頂樓那邊曬得 頭昏也花來的強 那我們就直接來測試看 這四款防曬到底有什麼差 啊等一下你臉上是不是還要畫線 當然啊就是畫上次那四格 對 好我們現在線都畫好了 留下上次一樣位置的防曬 然後不一樣就是我在額頭這邊 留下完全沒有擦防曬的位置 所以待會曬出來就是硬糖發黑 那我們就直接去囉 我們去曬 欸等一下安妮要衝外套曬喔 沒錯 為什麼要這麼洗車 快點進去 拜拜 深化實驗室 拜拜 拜拜 不知道要什麼太空艙實驗室的感覺 好熱喔 裡面再倒數計時囉 好熱喔 我裡面帶了三堂克 有了有了有了 有了嗎 很黑是不是 沒有到很黑 沒有到很黑 過兩天就很黑了 為什麼我不是曬這個 這是什麼 紅光 這會讓膠原蛋白沾生嗎 為什麼不是曬這個 有了吧 我曬了三堂克欸 別人通常只曬一堂 好啦 因為這兩個 目前看起來比較白是因為 這兩款防曬 它的物理性防曬 會比較多一點 所以它潤色效果 會看起來比較明顯一點 那我們就卸掉以後 再看一下 這四款防曬 和我這個沒有塗的 插在那邊 其實你 你現在看上面那塊 跟你脖子其實就有插 真的耶 有齁 這邊硬糖發黑了 好喔 那我們卸了 好 好我們現在經過一天 回到棚內了 通常曬完大概過一兩天之後 你才會發覺到 你變得越來越黑 你們看得出來嗎 現在 這邊吧 有沒有看到一個硬糖發黑的那個 發紅啦 目前發紅 鏡頭上看得出來嗎 有 這邊紅一圈 過幾天應該就變黑喔 但是你們應該有看到 更好笑的東西吧 有沒有看到一條線 一個十字線 感覺 有嗎 有吧 隱隱約約看到一個十字線 十字線 感覺好像直接瞄準 就可以直接打到我這邊 眼線畫的應該至少 就這邊應該會白的吧 但結果沒有 那個眼線筆完全沒有防曬 我覺得蠻好笑的 那我們現在回歸正題 我們就來講 這四瓶防曬 你們看得出來差別嗎 有沒有發覺到 這邊這一塊的顏色 比較不一樣 這三塊也算蠻接近的 我目測來說 這一塊的顏色是最白的 然後這兩個落差沒有到很大 我覺得主要原因就是 安奈賽原液 還有這個ELE的這邊 這三款 他們的防曬成分 都是由物理和化學性混合而成的 覆蓋性來說 我覺得相對會比較好 所以可能要護外長時間的使用的話 這三款會優先會做選擇 這一款特別是針對戶外來說 它的防護力真的蠻好的 膚色來說 相對這三款來說它是最白的 所以它對於這種紫外線的持久力 我覺得它是第一名的 第二三名我就給他們這兩款 那這一款 HIMI的話 對於這種紫外線的防護力強度 相對於這三款來說 比較不足 可能是因為它真的就是全化學性的防曬 所以它的質地來說也是 真的比較清爽 對於敷出的那種感覺是很舒服的 沒有錯 但是防護力相對來說也沒有那麼足夠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在戶外長時間用這款防曬的話 我建議你真的就是時間還沒有到 你就要補塗 以上就是這四款在2022年所推出的臉部防曬產品 你們會比較喜歡哪一罐呢 或者是你們有推薦其他的防曬 也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喔 那喜歡這部影片記得按讚訂閱還有分享 我們下次再見喔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